刚刚讲的就是录制聚齐啦 不过我发现有些同学对录制聚还是不太熟悉啦 其实大概只要你的动作跟我刚刚做的是一样的话 录下来程式应该就会长这样子 但是特别注意啊 你因为录制聚齐一定注意一下 有的时候差一个步骤 多一个或少一个其实结果也会有不一样 所以一定要特别像刚刚同学就差一个步骤 差这个步骤 差一个游标放A1 那结果就不一样了 所以当然这个东西有的时候 录完之后你还要慢慢要熟悉 而且能够能够辨识 能够知道是到底你少什么补上什么 大概就慢慢熟悉 你会发现录制聚集就会越来越得 就是比较上手之后 你也许就会知道说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很快的一键完成所有的事情 但是弹性可能还不够大 所以呢有些地方我们就是增加input box 所以如果你要做假设你不可能每次都查同一个人 所以如果你要查询的是不同人的话 你可以藉由什么input box去取得那个一个使用者他要查的东西丢到X 这个X我讲过了是一个变数名称的话 不见得一定要在X 你叫A也可以叫B也可以 只要不要是上面保留式就可以 关键那些不要一样 那就应该OK了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后面要提到的 就是如果有几种状况 什么状况呢 防呆的问题 这个防呆 OK 这边有避免城市错误的三种防呆的判断 那什么叫防呆 其实因为我不知道用什么 所以我想到一个防呆 应该知道什么叫防呆吧 这个常常插头也是会防呆 像USB也有防呆 正反面你插反的 他也没办法插 不过还是有人硬插 可不可以有啦 一定有要烧掉 我好像我们这边USB也是一样 甚至是那个电源线也是一样 就是说那个后面的电源线你要插上去 他也会有一个 让你无法插的 就是防止错误啦 所以顾名思义 大概会有几种 第一个 如果工作表名称已经存在 那我怎么避免他的错误发生 OK 所以比如说像你这个例子来看 这个地方已经有小咪 那他如果又再输入一只小咪的话 那你该怎么做 所以你这个地方当然 这个房呆里面其实还可能需要做一点比较贴心的设计 这个其他也是牵涉到设计的问题 因为 无论是城市设计啦 或者是一般的产品设计也是一样 你要兼顾到那个使用者的一个 这就是感受 所以现在以前叫UI 现在叫 UX 就是使用者经验你要把它纳进来 所以像Apple的手机为什么卖的这么好 卖那么贵 而且卖那么好 OK为什么 前提是因为 他兼顾到使用者的使用经验 他会让你使用起来很舒服 而且很多地方很简单 不用学习 就可以 上手 所以很多小朋友 你给他手机 他根本 你根本不用跟他讲 他就全部都会了 OK 比你还厉害 对为什么 因为他使用者经验做得非常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 就 把如果已经重复的 所以我想到的 可能是这样 如果已经存在了 第一个 他为什么要再输入一样的东西 有可能是什么 因为这个里面的资料有更新的 更新之后呢 那他要想要查比较 新的结果 所以呢他再查一次的话 表示说 我要把旧的给删掉 OK 然后呢 帮我查出来一个新的 所以 大概这样 那你要防止 同样名称 存在的话 第一个 你可能要先判断一下 到底 他输入的名称 有没有在 这个清单里面 就是在这里面 有没有出现过 那我要怎么去比对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能需要 跑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呢 for i 可能等于第几个呢 第1个不用比 第2个 一直到哪一个呢 最后面一个 最后面刚刚有讲过吧 序子 点抗 有没有 所以for i 等于第2个 第1个不用比 到序点抗 然后做什么呢 如果说他里面的名称 一样的话 跟什么一样呢 跟x一样 等于x 那表示什么呢 那就帮我把这个删掉 重新再新增一个查询 OK 那重新 新增一个查询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 查的啦 所以你只需要做什么 判断有没有重复 如果有重复 就把它删掉 就OK了 所以基本上做法是这样 我们就是在 原来的那个 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 这个 当他输入一个x的时候 那我就先做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打一个if if什么呢 那个的名称 那名称为什么去抓到 每一个的名 大家跟着讲 应该是先跑回圈 所以for i 等于第2个 到最后一个 如果 一幅什么呢 schutz 的名称 所以我把那个schutz 那个第几个的名称呢 第i个 他会先帮我怎么样 把那个的名称抓出来 的名称点内 OK 等于x的话 这样 所以这边的话呢 然后做什么呢 先把那个andif打 就把那个删掉 那个怎么删掉 schutz 这个 有没有 点什么呢 delete 这样就OK了 那 把他delete掉之后的话 其实 这个回圈就可以不用 不用继续了 所以你可以打一个exist 因为不会有重复第2个 exist4 OK exist4意思说 回圈不用再写了 这行可能 前面没讲到 没讲过 你没在记一下 因为只会找到一个名称的话 就不需要再继续跑回圈 也是for 另外的话呢 删除的话 他会牵涉到一个问题 他会问你是否删除 但我不希望他跳出那个是否删除的话 那前面有讲过 不过大家先写到这里好了 这个 这些程式 应该没有新 太特别的 一定回圈 逻辑判断 删除 跟跳离回圈 所以基本上 我们来试一下 但这个地方我建议是 设一个中断点 程式跑一下 假设我输入小米好了 按个确定 然后丢到那个x 所以x现在是小米 小米里面的话 帮我比对一下 所以他会先怎么样呢 去找一下 第1个 就是这个小米的名称 是不是跟x一样 4的话呢 就帮我删掉 不过他会跳这个东西啦 这个前面有讲过啦 这个叫 Alert 所以你要把他关掉的话就是 在他的外面包一个那个 Equation Dispressor 等于False 最后记得再把他打开 然后把他 这样这个画面就不会出现 那一次False就跳离了 OK 那后面都一样 意思就是重新帮我再查一次 所以你会发现了跑完之后呢 又会产生一个小米 不过这个时候的小米是 放在最后面 等于是一个新的小米 不是旧的那个 旧的已经被你删掉了 OK 所以最后的话 第1个防呆就是什么 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注解一下 这个叫防呆一 后面的话 你可以叙述一下 这是防呆一做什么 然后这边可能你可以打一个 Application 点什么呢 Dispressor 设论 等于 False 这个前面好像有讲过了 所以 这个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前后 等于True OK 那这样的话呢 下一次他就不会 再询问你 直接删 这个叫防呆一 那待会再来看防呆二 防呆二什么呢 防呆一我看 基本上程式在这里 OK 好这边 但你可以再多一个Magic Box 要不要清楚 程式应该都一样 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说如果我说还有一种情况 防呆二 如果我执行他的时候 假如他什么都没有输入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样呢 他按取消 那程式会错 所以如果我说现在他的X里面是完全没有东西的话 那你怎么防呆 这个等下防呆二待会再来看 画面先 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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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下